各位網友, 大家好, 今天來紫著金宴喝茶 紫著金宴是一間粵菜餐館, 在多倫多港粵菜餐館相當有名氣 點心, 餐廳價格會比較偏高 但是確實味道不錯, 值得推薦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 請跟隨我的視頻, 一起看看我們今天吃什麼 說明是來喝茶, 當然是先看看它的菜餐, 最主要是點心菜餐 老闆都很會推薦, 點心菜餐先看它的套餐 是飯市套餐, 很多種, 四人套餐 四人有148, 138, 158, 168, 208 很多很多品種, 原來還有11點鐘, 全天候推薦 亦都是一樣, 有分別顯示有辣的, 有花生 這裏都是很多人花生過敏的, 所以大家出去吃飯, 一定要小心 那好吧, 我們和大家一起看看它有什麼點心的大標題 我看見它有巧手精點點心, 然後宮廷甜點, 有金香煎炸焗 當然不少就是老港人最愛的腸粉, 生滾粥, 還有午市推介小食 點心的名字, 後面也有很多手指公 寫著是必食, 很多餐館都喜歡這樣做法, 推介點點心 還有也有一部份是新品種來的 來之前已經有人極力推薦這一間餐館 他說裡面的東西非常好吃, 還有品種超多 現在看它的菜單, 原來真的有很多品種 我們一齊來和大家看看它的裝修和氣派 廳面闊落樓底高, 還有很多大型的水晶 吊燈和落地大理石柱 營造了五星級酒店的氛圍 講下講下的食物來了 牛仔骨肉多骨少, 味道非常入味 師傅刀工鳥, 切薄薄薄, 牛肉非常入味 有機會網友可以來試一試 看來這間餐館用的材料真是十足十 用燕窩來做奶撻 大大隻的奶撻, 薄薄的酥皮外塵 試一下先 試了一口香滑酥, 不甜 值得一試 因為它剛剛上來, 所以還熱辣辣的 還有這些奶撻呢, 一定要趕快吃 過了一陣子就沒那麼酥 就沒那麼好吃 這個刮刮腸真的有很多材料 有雞蛋, 有豬肉, 有香蔥 不知道大家網友有沒有對比過吃腸粉 有些是圓條包著的, 有些是刮刮腸 即是正常的那些腸粉 原來刮刮腸是好吃很多的, 而且貴很多的 最主要給你感覺的那一碟刮刮腸是非常新鮮 薄薄的腸粉配搭雞蛋和香蔥豬肉 很好吃 牛媽筋乾淨, 利落大大碟, 不會給人感覺是一坨 讓我先試一下味道, 再說先 這塊很大塊, 原來筋裡面還包著少少肉絲 爽滑淋, 好的味道 咦, 這個是新品種 好像暫時不見到其他餐館有做這個點心 它裡面有魚子, 有蝦膠, 還有一個肉脂豆腐 吃了這麼久, 暫時感覺那些 雖然說價錢貴, 但它份量給你 看一看, 這裡大大粒的蝦膠, 還有很多魚子 這個肉脂豆腐還很厚 蝦膠彈牙爽脆, 然後配上一些魚子 又是薄薄脆 肉脂豆腐, 嫩滑嫩滑 很清淡這個點心 紅薄薄的紅米腸, 增加不少吃肉感 讓我展示給大家, 看看裡面有什麼 賣相好美, 真的有點不捨得吃它 看它裡面包著是蝦膠, 然後一層炸過的粉漿 可能那層粉漿就是它說的是網皮 吃了一口爽脆香 再打開給大家看看, 它浸網皮真的很薄 這個燒賣王是點心紙寫著必食的 好心急啊, 讓我們趕快嘗嘗什麼味道 又是大大粒的滿滿的魚子鋪在上面 很多時候, 這些餐館都是把點心價錢升高 但是它的份量都是給你 吃下去一口, 豬肉是很爽的 但個人感覺這個燒賣好像蝦少了一點 但是它不是沒有蝦的 可能每間餐館自己的做法不一樣 說起銀針粉, 應該是皮腸一點時間沒有吃了 試一下這一間做的銀針粉, 看看如何 但它做得很透明, 而且很企身 吃下去一口, 它裡面感覺爽脆和滑 它裡面有很多新鮮的蝦乾, 非常野味 不過, 對比來說, 原居地的銀針粉和現在的銀針粉有少少不同 不知道是不是它改良過銀針粉的配方呢? 這個又是點心紙上寫著必食的 值得一試, 大家又可以試一試這個銀針粉 很好吃! 這個炸鮮禮原來要11點後才有得order 它是配白糖上的 我記得印象中其他餐館呢 配炸鮮禮是用連奶的 吃一試吃一試, 讓我發現它原來 基本上所有餐具都配著有它指著金燕的Local在這裡 例如茶壺, 筷子架, 茶杯, 匙巾, 骨碟, 碗仔也是 不過筷子就沒有它的指著金燕的Local在這裡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下期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 Bye!